我们先来讲向量的微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定义 向量微分跟我们一般函数的微分是非常的接近 它是写成 Δ趋近于0 然后Δt分之V of t plus Δt 再减掉V of t 我们来回忆一下 我们以前定义的函数的微分 那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两个几乎是一样 一个是向量 一个是存量 我们以前定义的是 Limit Δx趋近于0 然后上面是F of x 加上Δx 再减掉F of x 然后让Δx趋近于0 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只是把这原来的F表示成V 我们现在因为是T的函数 所以就把原来的X都改成T 然后分别把写成向量的V 向量的V 完全一模一样 我们就说 如果这一个极限存在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向量 它的微分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V 把它写成分量 写成 X分量 加上Y分量 加上G分量 那因为我们的IzK 我们目前定义的是固定的 固定的单位向量 所以因此本来的V 是写成V1 of Ti 再加上V2 of Tz 再加上V3 of Tk 那因为事实上这两个微分 两个东西相成微分 应该是它第一个微分 第二个不微分 再加上第一个不微分 第二个微分 可是因为I 我们现在是 假设它是一个固定的向量 也就是方向也固定 长度也固定 这样的一个向量 所以因此微分之后 这项会零 既然这项会零 所以因此我们就没有写这一项了 我们就只有写V1 of T 另外一个第二项也是一样 就写V2 of T 再写V3 of T 好 那么接着 我想我们把这个 一些性质介绍就好 因为我们不花时间再去证明 因为这些证明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就根据我们以前 函数相加的微分 现在是向量相加的微分 就等于个别微分再相加 然后内积的微分一样 这个跟相成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个微分 第二个不微分 再加上第一个不微分 第二个微分 是完全一样 大家注意中间的DOT 不能省略 这是内积 同样的外积 也是一样 第一个微分 第二个不微分 加第一个不微分 第二个微分 中间的外积的CROSS 也不能省略 这个是跟我们以前的写法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想我们函数的微分 因为比较简单 我们就先定义到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是要讲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假设V这个向量 它的长度是固定的 也就长度是不变的 也就方向会变而已 那么我现在只要把V DOT V 当然我们讲过认了一个向量 内积一定是写成 它的大小 大小就用V 小V表示 大小乘以向量的大小 然后再乘以cos的夹角 但是因为它是同一个向量 所以是加0度角 所以算出来cos0度11 所以算出来就等于V平方 所以V DOT V 我可以用V平方表示 那V平方因为长度V是固定的 长度V是固定的 所以我现在如果把这一条式子微分以后 右边就会等于0 左边就写成V DOT V的微分 那V DOT V的微分是 我们是可以写成 第一个微分DOT 第二个不微分 再加上第一个不微分 再DOT V 第二个微分 那因为右边等于0 我就超出来 那么同学可以发现 因为内积是可以互换的 所以因此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发现加2V 来DOT V'等于0 那从这边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V跟V'内积等于0 代表V跟V'是垂直的 V跟V'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结论就是 只要一个向量长度是固定的 我把它拿来微分 微分之后的方向 一定是跟原来向量垂直 所以这边有讲了 这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我现在对一个向量 如果是固定长度 把它微分 微分之后 当然它有可能等于0 等于0 不然的话 它就怎样 会跟原来的向量垂直 那等于0 就是比较属于特殊状况 所以一般我们不会去注意 这个特殊状况 一般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一个长度固定的向量 如果微分 会跟原来向量垂直 那么这一个观念 我们在后面会用到 所以这边要特别跟同学讲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我们想 我们这个题目就会讲到 这个地方